所以我們可以在機制上面要求清潔生產 要求列入規範 是 那在廢水上面 剛剛那個他們那個環保團體所關心的 當然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處理程序上 雖然總毒性固體物是1.37 那其實我們排出來的有機物質 會到五十六十 所以有一些東西是我們不知道 是 那是不是除了綠牡蠣之外 還有其他牡蠣會產生 我們也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只有在處理程序上 用我們盡可能的方式去把它處理好 是 是 是 用最佳的處理技術上 我用很白話講 大家擔心綠牡蠣 現在說綠牡蠣可能是銅 萬一不是銅怎麼辦 如果說除了綠牡蠣 還有紅牡蠣 花牡蠣 什麼咖啡牡蠣 那色素 炒得很快這種蠔要怎麼辦 可是理事長 我要請教你 剛剛那個卓博員講的很清楚 一個工作就是一個家庭的幸福 可能就是一個家庭的 整個能夠生存下去的重要關鍵 如果可以創造出這麼多的工作 不管是彰化線或雲林線 我們都知道失業率在臺灣是非常的嚴重 如何看待這種提供就業機會的 科學園區跟環境汙染 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看中的是什麼 其實我想應該是從整體性來看 你這些一定會 我常常講的話 這個排氣效用 像我目前的話 楊母你來的話 這傳統產業的話 我至少一年的產值 將近有三四百 但相對的話 我這些請僱勤的工人 至少有差不多六七十萬 這些人至少他是一個工作機會 在傳統產業裡面 他的產值雖然不高 相對的話就是說 在一個比較甜淡的生活裡面 他們還是可以生產下去 你現在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作為的話 我感到對整個環境是不友善的 對人也是不友善的 而且政府在做一些在開發新的一些產業 出來以前的話 他沒有整體規劃 這政策是不是對的 他就很急就張的在一個失業率那邊 還是GDP的成長數目的話 在看這個東西 但是有沒有想到一個全球軟化以後 這些我們就一定要回歸到一個基本面 人的生存面來看待 我們的生存權清水權這些到哪裡去 是是是林老師列寬文 我想說我們彰化縣漁會所出的資料 就漁民保險的有將近三萬人 也就是說直接靠漁類 漁威生活的有三萬多個家庭 那三萬多個家庭 這是直接的 那麼間接的好像販賣做生意 完工過去只有幾家小攤子 目前的大大小小的有五十家的 有大大小小餐廳有比較大的將近十家 小吃店合起來就五十家 那麼這個假日幾乎都是人滿為患 那麼這些相關的人口超過數萬人 如果萬一這些海產都沒有了 那麼這些人生活何去 其實今天本來是一直在掙扎說 到底要不要談這個題目 因為說中科士期 爭議當然很大 可是一旦我們說 這個中科士期的廢水 可能會對插蠔的這個農民漁民 有影響的時候 不管有沒有影響 這樣子的討論 就已經對王公雲林這些客農 會造成很多負面的消息 現在說中科士期對蠔有影響 大家就不敢賣 不管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影響 我想請教一下中科管理局 當然就是說會不會創造 那麼多的救援機會 大家還在拭目以待 可是很顯然 不管是會不會污染 或者是這樣子一個負面的訊息 會不會造成炒蠔的這些蠔臉會傷害 中科管理局對這件事情 有任何的一個補償 或者是救濟的一個態度 或是政策嗎 我們對這個有關食品的這個管制 一直來我們也表示說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要很慎重來看待 所以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為什麼會去訂立這麼嚴密的一些 污染防治的極致來規劃這麼多環境友善的措施 這個目標就是要把整個這個環境影響降到最低 來維護這個環境品質 我想這個是不容否認 那這個現在大家台灣從農業來發展工業 今天工業又講到所謂科學園區來講 就是說有科學園區就會排擠到在地的傳統的這個農業跟這個漁業無法生存 其實其實這樣子這樣子這個直接的推論 我們覺得這個還是還是讓太多人會覺得說這個是不是這個直接推論太過太過對他們影響反而更大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園區這裡面在做 比如說像台南我們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鄉鎮人口在外流 可是這個心事善化安定他們有一直長期的引進很多年輕的高學歷的這些年輕人到那邊進駐 所以這三個鄉鎮到目前為止 他的人口是反而是增加並沒有減少的 那中科今天在台中也好在虎尾在厚里還有我們中興新村 以及現在在規劃的二林園區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帶動整個中部區域 他很多研發創新生產製造的這樣的一個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新聚落 所以園區裡面引進了很多綠能產業 現在這綠能產業在生產的東西包含薄膜太陽能 包含各種新的這些電池 包含LED的這些累積的這些廠商 我們在中科也還有非常多的精密機械的廠商 所以中科總共90幾家廠商有一半是精密機械 精密機械做設備製造商 所以這樣子的這種整體的這種產業鏈結的這種發展 也對鄰近地區的大學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就是希望創造經濟發展 地方繁榮跟環境保護三者之間能夠共同發展一個良機 但是但是傅作你還是沒回答我就是說 會不會因為中科的起來而消滅了這些原本已經有的產業 我們還沒拿到所謂的新興產業新的工作機會 但是先把舊的工作機會消滅掉 這裡大家一直質疑說為什麼科學園區來 那麼當地的農業漁業就會消失呢 所以我剛剛舉例過台灣發展到現在 我們有發展工業現在到科學園區 我們的農業也並沒有因為這樣就消失掉了 那所以才說為什麼園區裡面他所要進行的工作就是怎麼樣去做好嚴密的這個污染防治的這個機制 那整個彰化雲林的地區它的灌溉農業灌溉水源是從積極南河宴來做灌溉 那麼整個沿海的部分我們剛剛說過我們做的很嚴密的是一些生物毒性的一些測試 那加鹽的管控的標準那源頭去做清潔生產跟相關的製程 那我們也很感謝說有這樣的機會來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彰化在地的這些民間經濟 這個就業機會的這些部分能夠來做個鏈結 我想這也是科學園區在發展對地區產業整合升級的一個貢獻之一 不過我再請教你就是說你大概剛剛的說法就是說 真的也沒有經驗或是理由或邏輯可以證明說科學園區出來就會消滅農業 岔額 養殖業 可是我們來提一個比較負面的例子就是新竹香山在2001年的時候 有學者講出來香山是綠牡蠣 然後整個牡蠣價格崩跌 因為我以前在清大年書我很清楚香山這個地方以前是海產很重要的地方 大家都要來香山吃海鮮 可是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再去 一直到現在沒有人敢再去吃香山的蚵仔 那難道不是消滅蚵仔的這個所謂的很大的一個主因嗎 另外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當然環保署也提出來說要如何保障科農 我們請導播來看一下 就是中科世紀有什麼樣的要保護蚵仔的方案 包括說這個整個河口的水質 銅的濃度一定要在零點零一毫克以下 每個月要來監測六種重金屬 包括千個銅心拱等等的這種六個重金屬 然後這個每個月都要監測 而且是放流管專管完成之後廠商才可以營運 另外要組成所謂的由居民代表 工程人士代表 還有開發單位 代表各三分之一的監督小組 好好來監督水質跟健康 我再請教理事長對你們來說他們會放心 當然是不會放心 我要恢復剛才副作的一些想法 你說當時集集團合院的水 你說從哪邊來 那個你那個如果工業用水的話 它是會排擠到我們那個水資源的一個分配 這個應該無用之餘的 你像現在我們國家的一些政策 他把農民的話請農民的話休耕 再補貼你一點 把水往那個財團還是哪邊去 供這些水 那對這些人公平嗎 對整個國家的一個經濟層面好嗎 現在以目前來講 全球軟化以後 現在目前最重要是農業一個食糧問題 大家是在重視這個區塊 你現在一直發展 真的 你現在是堆積一些東西的話 往財團是鑽 一些比較財團 他們的話往上靠 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層面 他們的傳統採電到哪裡去 他們生存很少 感謝你 也把這個問題 再移到從廢水的問題 再移到用水的問題 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雲林彰化是地層下限 非常非常嚴重的地區 然後大家想說 你這個中科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要用多少稅 從九十八年一直到民國 一百零五年 到一百零九年最終期的時候 一天一天要用十六萬棟 十六萬噸的水 大家想說 現在地層下限就在海了 再加上全球暖化 蓋不住淹大水 你也還抽地下水 到底對整個降法和雲林 有什麼影響 可是呢 中科管理局講說 我們如果沒有抽地下水 我們是要用這個 所謂烏溪大渡驗 在所謂的那個地上水 來做所謂的中科 張兵和大臣的使用 這個問題 我們再透過視訊連線 連線到